你想要买什么呢 我要 那我不要说出了我要买 买什么呢 彤彤要选哪一个呢 我看他就是一直想选这个 布丁 布丁 一人张俊宁化身丁老板 在全年小卖铺与推着助兴器的彤彤等小朋友 通过沟通辅具买卖零食 这是张俊宁首次担任第一社府公益爱心大使 希望呼吁社会大众一起支持 协助更多持缓而获得早疗服务 发现说原来有一些小朋友在早期治疗的部分 其实他可以得到很大的教育程度 就是可以提升很多他的包括自己的能力 然后甚至有的小朋友刚开始是不太能够自己吃饭 然后甚至说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意愿 但是透过早期治疗 他的确可以提到可以给到很大的防具 所以我觉得这个跟第一社府做这样一起 我们零钱捐的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 第一社府方面表示早期疗愈已经推广很久 不过还是有很多因素造成迟缓小朋友 无法及时获得早疗服务 因此希望透过弱势早疗儿童助学计划 让偏乡迟缓儿也能及时获得相关资源 很多的家长其实有可能是因为主要照顾者不够 所以有可能是阿公阿嬷照顾 或者是因为城乡差距所以造成他们对小孩的发展 的进程不够了解或者是觉得没有这么严重 或者是身边有可能资源不够都有可能会造成 小朋友没有办法及时的到疗愈的这个窘境 所以我们希望呢除了在城市地区有早期疗愈的服务之外 我们希望偏乡也能够更能够得到这样的资源 在拍摄公寓广告过程中张俊林发现 迟缓儿其实与一般小朋友一样可爱又惹人心疼 因此期盼有更多人加入爱从一开始林全娟活动 让辛苦的第一色服同人有更多力量为更多持缓而服务 我们在一开始玩的时候 包括其实那一整天下来我们拍了三支广告 到后面我们还有跟小朋友一起在那个充气的玩具城堡一起玩 然后他跟你的互动的感觉就是很熟悉 然后你就会看到他们有很多很多的欢乐 然后我们包括在行动那个玩具城堡上面 有的时候小朋友开始爬的时候 他会不知道怎么样去踏那个位置 让自己可以跑得比较成功 然后当你去用他的脚 你把它放在正确位置上 一次两次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他们下一次他们真的知道 哎我要往哪里跑完往哪里爬会比较顺利 就是这些这些的沟通他们都是有感觉的 然后他们也会记得 然后当你看到他们的表现有进步的时候 就会非常非常开心 我们爱总一开始 我们上一线的矿产影域捐出的是1000万的福利年 这已经是全联第二度与第一色服合作 推出零钱捐活动 去年总募款金额达2300万元 今年除了率先捐出等同现金100万的1000万点福利点数 更打造两辆行动超市车 与带着充气城堡的行动玩具车紧密结合 从原本花莲嘉义两条路线进一步扩车到新竹与屏东 需要让更多偏乡持缓儿有机会在早疗黄金期 获得专业照顾与服务 我们希望跟他的行动玩具车更紧密的结合 透过儿童在玩游戏的时候 很自然的社工就在旁边评估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及时接住 这些藏在那种偏乡家庭里面的持缓儿 可以让他们让父母亲阿公阿嬤带出来之后呢 可以及早接受治疗 掌握0到3岁的早疗黄金期 所以今年度我们希望把这个路线 从原来的两条线花莲嘉义扩充到新竹跟屏东 希望能够造福更多偏乡的孩子 有机会把握这个黄金期 可以接受更完整的早疗的教育 让他们有机会跟正常的小孩子一样 可以上学可以完成他们心中的梦想 根据卫福部方面的统计 去年全国幼儿发展迟缓通报量突破3万件 创下历史新高 第一社福方面期盼有更多人加入全年零钱捐活动 一块点亮为光 将这份爱心扩及全台湾各个角落 让所有弱势小朋友也能有机会翻转人生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导